丈夫鼓励妻子多多出去找男人 甚至每次还给妻子拿主意 帮助分析男人的长短 然而十年来 丈夫无数次帮助妻子相亲都没有结果 直到妻子再次被人们发现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袋袋碎肉 被人丢弃在5000吨垃圾厂内 警方出动百人 耗时几个月 也只找到部分人体组织 这是一起号称四川达州最恶劣的杀人碎尸案 案件背后的真相令人唏嘘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8年3月19号下午 地点四川达州 李秋水关掉自己的理发店后 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前夫贾乌鸦再也没能联系上他 直到第三天 老贾终于感到了一丝丝恐惧 要知道 妻子李秋水是个标准的工作狂 就连春节都舍不得得自己放一天假 如今却一连关店三天 这里面必有猫密 多方找寻妻子吴国 老贾终于想到了去橘子报案 民警听了以后 因为没办法证明李秋水的失踪是被人侵害 所以当即立了拐卖案进行调查 通过监控 民警发现了李秋水的身影 他在3月19号下午18点23分独自行走在大马路上 18点33分走到了通川桥南侧 此后 李秋水就消失在了警方的视线之中 警方随后又对李秋水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发现李秋水的社会关系其实非常简单 行驶主要也是围着顾客转 而顾客也都是附近的居民 通过对李秋水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进行查询 发现李秋水失踪这几日并无款项流出 这就说明此案并非亲财 那么李秋水是不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而遭人报复呢 等等为何报案人是李秋水的前夫呢 面对民警的质疑 老贾委屈的说道 原本他们三口之家非常的幸福美满 2007年的一天 老贾被查出了尿毒症 为了不拖累气 他果断提出离婚 并鼓励妻子李秋水 去找个健康的男人过后半辈子 对丈夫的提议 李秋水起初非常的抗拒 然而老贾已经下定了决心 甚至三天两头发脾气要赶走妻子 他就是当时他就给我提出的 他就是说 但是离了 是可以 他说但是他不得找 他说他 就是要看到我走了过来 那个意思吗 好像是看到我走了过来 他肯定是很安心 他是他是很安心的 事实上老贾与李秋水离婚这十年来 一直过着离婚不离家的生活 三口之家的感情也一直是挺和睦 直到李秋水的无故消失 让老贾再次陷入了恐惧 经过大范围的监控排查 民警终于在李秋水失踪后的第五天 在达川区明珠巷28号居民楼外 发现了李秋水的踪迹 这就六桥加一桥狠七桥了 据调查 李秋水也没有亲友住在这个区域 他为何会只身来到此地呢 就连李秋水的前夫老贾都说不上来 也就在办案民警们集体陷入深思之时 突然 老贾给出了一条令大家绝对没有想到的线索 老贾说 因为自己的生命随时有可能死机 所以十年来他都希望妻子能够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而且这十年来妻子与别的男人相亲 老贾还主动帮他征婚 帮他拿主意 也就是说 每一次相亲活动 老贾都是知道细节的 李秋水也从未有过隐瞒 俗话说 久走夜路必闯阿飘 也就在前不久的一天 李秋水突然在深更半夜打来了求救电话 原来李秋水当时正和一个姓罗的男人交往 因为罗某是个酒官 每碗酒喝多了都喜欢强行把罗吧 李秋水实在受不了 于是便向老贾打电话求救 经此事后 老贾也转变了以往的态度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好心是不是没有好在点子上 然而李秋水却在长达十年的煎熬当中 与老贾渐行渐远 从最开始二人的无话不谈 慢慢的李秋水变得沉默寡言 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相亲经历 通过对最后一段监控录像的反复观看 民警推断 李秋水对此地非常熟悉 因为他是静止走向这里 丝毫没有因为陌生而左顾右派 那么李秋水不止一次来这里会去见谁呢 通过对李秋水的通话记录进行调查 民警发现李秋水最后一个联系的男人 名叫丁春秋 而这小子恰好就住在达川区明珠巷28号居民楼 并且老贾也知道这小子 也为此前丁春秋跟李秋水交往过 只是没有交往几天就草草结束了 对于丁春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贾表示他根本不清楚 随后民警按查了丁春秋 发现这小子就只是一点拆迁款 独自生活着从不上班也从不挣钱 就那样躺着过 警方觉得丁春秋此人一定多少有些问题 于是决定前往一探叙事 丁春秋一口咬定 李秋水自3月19号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就独自离开了 并未在他家逗留 然而民警对3月19号的监控录像 进行了逐针查询 结果却并未发现 李秋水有走出楼洞的画面 那么李秋水会不会是去了楼洞里的其他住户家里呢 于是民警对整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排查 你猜怎么着 除了他丁春秋以外 整栋楼里无一人认识李秋水 回过头来民警在访丁春秋 这下子把民警有了一个可怕的联想 我们找到的时候 他的身上还很脏 但是这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这么一个独居的一个男人 却把自己的家打扫得如此的干净 连沙发底下都看不到一点灰尘 甚至比一个女人 打扫卫生都还打扫得干净 这就跟我们平时印象当中的一些独居的男人 有天壤之别 一个从不做饭的邋遢单身懒汉 却在家里到处摆满了洋葱 宝子们 你们觉得他这是在干嘛 面对民警的质疑 丁春秋却神情自若的慢悠悠说道 这是去除假权用的 把民警认为这纯属裤装里拉二户 瞎扯淡 你一个二手老房子哪来的假权 于是警方对丁春秋的巢穴进行了全面勘查 然而结果却是毫无发现 看来这小子还真有些反侦察意识 愣是一点痕迹线索都没有留起来 好 你不留不说都可以 于是警方对3月19号到3月28号 丁春秋的行踪轨迹展开了调查 通过监控排查 警方发现这小子总会在每天夜晚 敲咪咪提出一袋东西丢紧垃圾筒里 来到次日清晨这小子依旧会提着一袋东西丢紧垃圾筒内 就这样连续四天 丁春秋总会在一早一晚丢垃圾 但是他每次回家的时候 他手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一个人独居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生活垃圾 民警发现丁春秋每天都是空着手回家 但却每天产生大量生活垃圾 这明显是不科学啊 于是民警再次传唤了丁春秋进行讯问 然而丁春秋依旧稳如老狗 说就是一些普通的生活垃圾 问他李秋水的事 他就是一口一个不知道 反正人是走的的 我就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他的一种自信 反正你如果公安机关拿不出来证据的话 你能把我怎么样 无论如何 一个大活人进了你家后就人间蒸发了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于是警方在探丁春秋的潮雪 这次警方对他的茅房和厨房下了功夫 不放过任何一丝瓷缝隙和天花板缝隙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回民警在茅房的瓷缝缝里找到了一丁点的疑似血迹 经DNA检验 这一丁点的血迹却是归李秋水所有 在铁证之下 丁春秋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那么丁春秋为何要杀害李秋水 并将他残忍的分尸呢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原来李秋水当初与其相知相识相恋时 一切都还挺OK的 丁春秋请李秋水吃饭 给李秋水买衣服 他都幸然接受了 然而当丁春秋提出跟李秋水结合的时候 他却百般推脱 因为李秋水心里还未放下自己的丈夫老家 这就让丁春秋极其不爽了 你不同意就不要接受我的恩惠吗 为何一边拿走我的东西 一边又拒绝我的要求 这不是骗吃骗喝是什么 丁春秋越想越气 越起越想 怒从心头起 恶像胆边生 终于 3月19号下午 丁春秋再次提出结合 被李秋水再一次拒绝后 丁春秋一怒之下 当场送走了李秋水 短暂得到李秋水以后 丁春秋将李秋水剁碎 分四天才将李秋水的尸块丢完 3月27号早上8点 丁春秋将李秋水的手提包 拿到荒山之中丢弃 在丁春秋的指认下 警方很快找到了皮包 接下来就是寻找李秋水的尸块 在5000吨的垃圾场里 警方通过人工逐一排查的方式 最终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寻找 警方总算是找到了一些 李秋水的人体组织 2018年10月 丁春秋被判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